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礼拜二持续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在北部地区全天还是比较偏冷的 而在中南部地区则是早晚比较偏冷 但是还好的是礼拜三礼拜四气温将会逐步的回升 要一直等到礼拜五封面游戏通过之后才再有冷空气的南下 但是要提醒大家其实在这个礼拜就会有两波冷空气的影响 其实在气温的变化方面落差就还挺大的 要一直等到礼拜天冷空气减弱 温度也才会再度的回升 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卫星云图 今天只是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那么在今天本岛的最低温是发生在苗栗县的三湾乡 出现了9.2度的低温 而且在今天其实南北的温度落差还挺大的 北部地区全天寒冷仅有13到14度的温度 而在中部地区则是22度的高温 南部地区则是23度 甚至在屏东线有出现27度的温度 所以其实在南北的温度落差就来到10度之多 南来北往的观众朋友就要注意一下温度上面的变化 那么在礼拜日将有这个水气的通过 所以在银封面地区其实雨量还是会比较多一些 礼拜三礼拜四因为大环境的风向转变为偏东风 所以降雨的方面就集中在东半部地区 而且温度也将会逐渐的回升 礼拜四的晚间一直到礼拜五则是封面接近 并且通过的过程 所以其实全台各地在礼拜四的晚间 一直到礼拜五的上半天 其实都会有一些下雨的情况出现 那么降雨主要比较多地方就集中在中北部地区 而封面通过后紧接着就是冷空气的南下 所以提醒大家这个礼拜有两波冷空气的影响 一定要注意一下温度上面的变化 那么在今天晚间一直到明天都是冷空气影响的过程 东北风的影响之下仍然是已经封面 降雨的情况比较多 也就是在北部地区 那么花东地区也都有一些局部短暂雨的机会 礼拜三环境的风向就转变为偏东风 所以降雨的变化就主要会改变成东半部地区 礼拜四的深夜将是封面要来接近并且通过的过程 所以可以看到其实全台各地都有机会下起一些雨来 尤其又是礼拜五中北部地区雨天会来的比较多一些 接下来看一下温度方面的变化 今天人是比较偏冷 那么明天也时时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所以北部地区全天仅有12到16度的温度 礼拜三礼拜四温度有往上回升 白天的高温可以来到24度 而礼拜五礼拜六将持续再次受到冷空气的影响 所以温度又再度的下降 可以看到北部地区在这个礼拜温度变化还蛮大的 还挺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一定要适时的来调整穿着 那么在中部地区礼拜三礼拜四回暖来到25到26度 比较没有明显的变化 但是在礼拜五礼拜六温度又再度下降到了高温19到21度 那么在南部地区来说呢 礼拜四是一个暖热的感觉 来到28度的高温 礼拜五礼拜六温度也有下降的趋势 那么对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来说应该会觉得 22度是一个比较舒适宜然一些的温度 因为近期都有一些暖热的感觉 那么在东半部地区我们可以看到礼拜三礼拜四也是回暖的阶段 23到25度的高温 礼拜五礼拜六也在有下降的趋势来到18到22度的高温 真正回暖呢 要等到礼拜天冷空气减弱高温才会升到21度 最后要来提醒大家 今晚到明晨呢 将配合上中层水气的增多 在我们彰化以北地区 以及东北部地区 降雨的机会将会有所提高 要至等到下半天水气量减少降雨才会趋缓下来 所以建议啊彰化以北的观众朋友 明天上班上课都可以期待一句再出门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再见